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能让人开心 谁还在乎骗和不骗呢 再说了 如果都像宋小姐你这么理智的话 那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了 其实我到现在有一些想不明白 我以为墨掌门变戏法只是为了赚钱 没想到你还愿意用戏法去逗小朋友开心 那你现在还会认为我是在骗人吗 我歇了 班主 班主 前几天来卓州的那个杂耍班子的宋班主 刚刚派人送来的请柬 让你去看他们演出 放那吧 那我先去了 那我先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见过宋班主 不要叫我宋班主 叫我飞燕吧 那怎么行 哪能直呼班主姓名呢 而且还得感谢那天 你在街上出手相救 哪里 是莫掌门意气在先吗 惭愧 惭愧 请坐 莫掌门 你就叫我吴行 好 吴行 你觉得我们宋家班的演出怎么样 很精彩 让吴行大开眼睛 那和莫家班相比呢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莫家班表演的是戏法 我们表演的是杂技 既不是同行 又何来比较呢 言之有礼 言之有礼 请喝茶 姐 东西都收拾好了 差不多该回家了 这位是 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 莫氏手彩掌门 莫无行 无行 这是我的亲妹妹 金燕 金燕 你好 请叫我宋金燕 宋金燕 你好 飞燕 那我先走了 改日再来拜访吧 告辞 金燕 你怎么说话呢 马上吓跑了 姐 我都看你们半天了 我觉得他对你别有用心 什么用心 总之 我觉得你们走得太近了 有什么问题吗 姐 金燕 这么晚了还不睡 有什么事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的事情要抓紧办 愿顺便提醒你 别把莫无行变成我的姐夫 你不说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没胡说 你自己怎么想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可是你做过什么 我很清楚 你懂什么 小不忍 责乱大谋 金燕 这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莫无行提起 是怕引起他的怀疑 你也知道 莫无行他曾经做的一些事情 不得不让我们小心行事 再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好吗 早点回去休息吧 休息吧 师父 你在这个盘子当中 抓出两颗黄豆 两颗红豆 两颗绿豆 怎么能这么抓呢 师父 那应该怎么抓呀 看我的 太神了 师父您是怎么做到的 好好误误这里的道理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 指挥剃头的耿结 就这么误打误撞地 进了神秘的戏法之门 然而 他却没有丝毫的陌生 反而从中找到了 前所未有的乐趣 当然 他并不知道 他现在所学到的戏法 对他的将来 意味着什么 陌生 第三 帝国 徒学 有 没有 似乎 都 心无杂念而无为 老夫那时候认为 出家修行于是无正也是无为 可是老夫都这么大年纪了 才知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 因为江湖错综复杂 你在其中不能袖手旁观 可为人处事又不能什么都不管 难哪 您这么说我倒是能明白一些 只是不知真遇到事情 我能不能做得到 老夫自知十日不多了 以后的事情只有靠你自己了 师父 您别老说十日不多这样的话 我听了心里怪难受的 您前些日子吃了丹药不是好心了吗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 就是想把墨家和沈家的事情完全解决 能够化解恩怨的人只有你一样 师父 我不想管这些 我只知道我还在墙堡中就成了耿有德的儿子 生生父母亲 养生父母重 我不想跟墨家占标 我是耿家的人 他莫无形和沈万魁的恩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人生犹如修行 你不能逃避 好了 什么来宝来宝 你不要闹住啊 哎 剃头啊 剃头啊 你们干什么 还有没有王法你们 王法 在爷的地盘爷就是王法 就是 把钱给我拿来 关他 不 伯父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动 immigrant Fuck 人ha 下个 谁 战 快 快 af 关 快 快快快 哎 别跑啊 哪儿去 站住 谁啊 大哥 就是他 这是谁啊 听说你小子挺能打呀 来 也会你玩玩 这位兄弟 都是街面杀混的 隔壁商量和气 大哥 刘鹏 就是他 大哥 大哥 你小子 听眼力见啊 这后边 这是我兄弟 放我大哥 放我大哥 把枣放开 是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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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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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还能睡 怎么意思啊 这是 怎么样 难道你想像这把刀一样 凭空消失吗 别给我那里躺 看到的精灵怎么收拾你 哎呦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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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掌门 牛管家 我敬你们二位一杯 宋班主 你这么客气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在下帮忙的 酒水淡泊不成敬意 飞燕先干了 宋班主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当下民国是联合政府 墨掌门难道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班子 共组联合吗 你什么意思 就是墨家班和宋家班 合二为一 共展宏图 你是说拼凑在一起 不是拼凑 是联合 对不起 我实在没这个兴趣 多谢你今天的款待 改日一定回旗 墨掌门请留步 我相信墨掌门的功夫 深不可测 只是这头脑过于沉浮了吧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宋班主 你师父没教过吗 可否明示一下 墨掌门的志向 我墨无形 从来不打着别人的几盒 我只在我墨世手采的 大气下演出 告辞 宋班主 我告辞了 师父 我正知道是你 跪下 跪下 老夫教你习练细法 是指望你能传承门派的记忆 不是让你在外面惹是生非的 江湖险恶 你有一个好斗之心 这样必然会找来危险 你知道吗 师父 这不关我的事 是哪帮混混 他们要抢我的钱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我当初看中你老实稳重 所以 把我平生所学的东西 全部传授给你 没有想到 你也还招摇声势 真是让老夫大失所望 既然如此 你走吧 师父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老夫既然已经说出口 你就不必纠缠了 如果有缘 我们还会相见的 好自为之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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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爱 啊 你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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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是莱榜 不是 你是错人了 你们俩长得也太像了 你说的是沈掌门的弟子 宝婷罢 好多人说我们俩长得像 我以前还给他当过替身呢 兄弟 对不住啊 我以为你是高来宝呢 把你打伤了吧 没事没事 这几下我还扛得住 你跟他到底什么仇啊 下手这么狠 狠吗 狠就对了 我就要弄死他 他怎么你了 他害死了我姐 什么 他不光害死了我姐 害得沈家家破人亡 我还跟他成冲道地 你说我是不是瞎眼了 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看你这样了 我叫聪明 你给我转过去 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转不转 兄弟 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呀 我叫耿杰 那你跟莱宝是怎么着呢 我当兵的时候 因为冲撞了上司 被关在大牢里 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之后 又叫我帮他演了一个 叫炮口遁形的戏法 对就是那个戏法 然后给了我几块大洋 说让我做点生意 我这不就来这儿 干这个版本了吗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找高莱宝 然后宰了他 可 这位兄弟 虽然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害死你姐姐 可是 你即便杀了他 现在也换不回你姐姐的命啊 是不是 而且你还得坐牢 对吧 所以我劝你别冲动 我这儿有些钱 这都是我剃头挣来的 你拿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这也算是我替他 做的一点小小补偿吧 谁让我俩长那么像呢 来 你要学少的话 我家里还有 我给你取决 兄弟 你俩虽然长得像 可骨子里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高莱宝欠我 谁也皇上 总结兄弟 咱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你是个好人 我啊 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是在这个地界上 也是能叫得响的 谁要是欺负你 你就提我 记住 我叫毛头 后会有期 毛头 的 worked 走 荣里 没有 和你 你 就 真是老朋友嘛 我给你拿好吃的 我们一起喝酒总可以吧 就这么喝酒 你说你这样 就不怕我跑喽 先生们 在我家里你跑不掉了 到处都有看什么 你杀了我也逃不出去了 再说 你不想听 很有意思是要吗 那你就给我说说 都有什么新鲜事 其实 你们丈夫 实际精神 傀儡将来 别期待了 神仙细数 在你那里也已经没有了 还不如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叔叔 你想怎么样啊 先生们 我劝你聪明一点 把神仙细数给我 我就放了你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就没有神仙细数 你是骗人的 既然是骗人的东西 怎么不肯给我 武藤先生 你是真想要的神仙细数啊 行 给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李兄 这神仙细数啊 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国宝 我们有家训 只能传内不能传外 你要想要的 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得认我做爹 你给我做儿子 这才能传给你 你 你是我的爸爸 这个有一点了 这个 我考虑一下啊 爸爸 你考虑个屁 你就是给我做儿子 我也得认 谁知道呢 这不合理的环境下 还能开玩笑 我真陪陪你了 我不陪你了 那我就不送了啊 我不陪你了 不陪不陪 你是我的爸爸 我可怕不适应 儿子 我可怕不适应 哪儿 人之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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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快 快 快 你们来俩俩俩俩 快 老头 刚才跑过来那个人呢 什么人 咋的 老头 咋的 妈 走 混账 都是一群废物 光天化日之下 金子居然被抢了 真是烦了 好在那金子没长翅膀 他非不走 给我查 就翻遍了整个京城 要给我查出来 曹大人 这要是找不出金子的话 我把你家祖坟去挖了 是 报告 大人 怎么样 查到了吗 金子还是连影都没有 京城所有能出去的地方 都加强了警备 那么一大瓶瓦 好几大箱子黄金 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冒运 肯定不行 大人 你放心 这批金子肯定还在整 还有 还有大人 张大人被杀 跟黄金被奖 在同一时刻发生 这可不是一般事 你能做到的 没错 可谁有如此大的胆量 竟然如此大动干咳呢 只有革命党 这帮亡命之徒 仗着楚平成腰 竟如此相框 大人 您觉得这光明社 从明天开始 搜查所有光明社的人 是 哎 别爱说 我 不 不 经营吗 我 开门 肯定了 希望你能阅谈 还真是 对了 舅舅 曹大人这次招您进京 不会有什么麻烦 出什么事了吧 屁股 能出什么事 这么多年 安前马后的策 应该想想福了 对对对 这次舅舅进京安家 将来一定荣华富贵 步步高升 不过话说回来了 要想升高发财 还得靠藏的人提吧 记得我跟你说的话 这京城啊 到处有能人 该什么都得小心 我等 走走走 让开 让开 舅舅 有好多当兵的 让开 让开 快点 你干嘛 让我们带出来 走走 各位军业 各位军业 您这是 我们接到通报 说你们这里私藏乱党 长官 你一定是误会了 剧场这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是不是那位军业看走眼了 看走眼了 来 这 长官 别有点小意思 给弟兄们买完酒结结法了 顶方马乱 咱们都是朋友嘛 你想让老子掉脑袋吗 这就不是钱的事 里面都清空了吗 走 进去看看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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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你的 谁敢玩的老子 老子今天就毕了谁 小子 小子 有种你就先毕了我 来 老公子 我毕了你又能怎么样 那就开枪啊 有种你开枪啊 舅舅 这老头是谁呀 看来来头不小 楚瓶这个人你知道吗 楚瓶 我 他 同意掌握着重兵 还着两个省 这个楚老先生就是他的亲爹 原来也是朝兵重臣 年龄大了以后 此官回家了 你怎么不开枪了 啊 开啊 小的 小的不知道 小的越远无珠 小的不知道 您是楚将军的父亲 是这么回事 楚老先生 我 我们听说您这里有革命党 什么革命党 敢说我这里有革命党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楚老先生 对不起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往后这庆河大剧院 就属于楚家管理了 有什么事找我好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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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吧 滚呐 是 是 是 走 走 快走 走 多谢老爷子解围啊 别疑忧了 厚老板 往后这大剧院都归我管了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呢 是 是 是 教教 那这楚老头怎么又和庆河扯的关系了 这庆河剧院的老板姓侯 广东人在家乡罚了几年 可以说跟楚平是败完了兄弟 楚老爷子恰巧是个玩票大家 他昨天在京城给他开了个戏院 吐得一个开心 也算是替楚平笑你的爹了 所有我跟你说 京城这地方 藏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那是 以后别不知身际 办事机灵点 你放心吧 教教 有 陈大人 曹大人 一路周车劳顿 辛苦了 哪里哪里 本人一到京城就来看您 不知道您抓我有什么事 此次进京是为你一重任哪 谢谢 谢谢 请坐 上台啊 坐坐坐 你可听说了 总统手下专门负责谈判和筹款的张大人 被人暗杀了 这刚筹到的一批黄金也被人家给抢了 这张大人头上挨了一枪 看来这京城也不太便宜了 那是 革命党动真格的了 你来得正好 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这批黄金给我找回来 谢谢 谢谢曹大人的栽培 谢谢曹大人的栽培 我怀疑这批金子和光明射认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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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追回来了 你我飞黄疼大 要是追不回来 我们都得咔嚓 是 事关重大 我怀疑 这光明射的人就藏在庆和剧院 可挨着楚老爷子的面子上 我又不好查 这可怎么办呢 您说的这个人 是不是我在天津搜查学校的时候 打我眼皮底下逃跑的那个光明射头头 郑玉敏啊 你的意思是 擒贼擒王 擒贼擒王 好 金大人说的好 看来我还是真没有看错你啊 走 救救救 吓死我了你这孩子 你去 我说 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早 不是 不是您来我等着您的吗 舅舅 您这气色不太好啊 你 人这飞黄腾杂都高兴 您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我这事啊 闹不好要掉脑袋的 舅舅 您跟我说说 看我能帮上什么忙 忙 你倒真能帮上 到时候要砍我头的时候 你替我去呀 没问题呀 舅舅 老妻子怎么回事啊 这曹大人跟我说呀 走 叮叮叮叮叮 杨舅 关注 戈 快走 站住 干什么呢 他好像是正义 站住 站住 再跑开枪啊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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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抓住了 走 站住 抓住了 我没有啊 这边 这边 走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怎么会跟着我的 我从他们手里逃出来了 一直想找组织 今天在街上看着像你 所以就一直跟着你 今天幸亏有你 要不肯定被抓了 这儿太不安全了 你忍着点儿 咱们回去再说啊 好 快 走 应该没伤个筋 谢谢 在牢里吃不着苦吧 谢谢